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农广天地邀请您收看本期节目 树上木瓜香 临下土鸡状 传播农业科技 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各位好 欢迎如约走进农广天地 说到木瓜 大家都比较熟悉 成熟的木瓜 味道香甜可口 尤其是女孩子们都喜欢吃 但是我们的记者凤婷 在贵州省的正安县 吃到了一种木瓜 口感却酸涩无比 难以下咽 难道凤婷吃到的这种木瓜 和我们平日里吃到的不一样 咱们还是到节目里去看看吧 说起木瓜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定不陌生 那要说到野木瓜 您是不是和我们的记者凤婷一样 冒出许多问题 这野木瓜难道就是野生的木瓜吗 它和木瓜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的记者凤婷来到了野木瓜主产区之一的贵州省 正安县 那儿有个大哥 咱们过去问问 大哥 你好 你好 我给你打听个事 你们这儿哪有野木瓜 这都是野木瓜 这是野木瓜 对对 妈呀 我刚才一路上走过来 我看到有好多 我还以为这是苹果或者磷什么的水果呢 这就是野木瓜 因为我找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 照着我们平时吃的那个木瓜的模子去找 你们的这个野木瓜就长这样 对对 这骑着马找马的事 凤婷还是第一次碰到 的确 这野木瓜的外形完全出乎意料 对于不熟悉它的人来说 真是很难把它和木瓜画上等号 这还没熟呢 都这么轻 已经熟了 这就是已经熟了的 对对 我能不能尝一个呀 可以呀 可以呀 这摸上去怎么那么硬硬的呀 这怎么吃啊 用刀子削的 用刀子削是吧 对对对 那您帮我削一个 这种果子它到底和木瓜有多大关系呢 大哥说要想知道更专业的知识 去基地里找到像老师就可以 我们这里的木瓜和那个市面上是不同的 这是我们大家熟知的木瓜 它学名叫翻木瓜 是翻木瓜科的植物 把野木瓜和它放在一起就能看出差别了 翻木瓜切开后里面是这样的 野木瓜切开后里面却是这样的 看上去倒是和苹果有几分相似 我发现你们这木瓜 一棵树上怎么能结这么多的果子 对 你看它一簇一簇的 一般的话 我们这个木瓜的话 它会长到三到五个 三到五个 对 而且它这个朝向很特别 对对 它全是这个哪个方向都有 但是反正就是没有这个果地是朝下的 看到了吗 对 因为就是因为它这个本地的 然后它这个瓜地它没有瓜地 所以说它跟着这个枝 枝向左向右向上掌 我给你展示一个好玩的 你看一下 你看它 它那样力很强 对 都没有刻坏啊 是 真的呢 你看 一点都没坏 但是如果要是说我们的苹果 或者是梨的话 这样摔几下 肯定这个外观上 这个皮就已经破损了 是的 这又是一个出乎人意料的地方 凤婷完全没想到 这野木瓜还能像皮球一样拍几下 问向老师原因为何 向老师说 这野木瓜因为粗纤维含量高 密度大 所以就会很结实 也很有弹性 我发现这个野木瓜长得是真特别 它不光是长相特别 而且它生长的环境也很特别 你看它 要不就是从石头锋里长出来的 要不还是从石头锋里长出来的 是的 它和我们这个贵州的卡斯特地茂 是比较符合的 然后我们这个野木瓜 它对这个地理环境要求的不是很高 然后我们全线嘛 发展了6年8万 设计13个乡镇 向老师说 这野木瓜中的一个野 已经能让大伙儿理解到它的特点了 奶瓶疾 奶汗 抗病性强 适应性强 这些都是野木瓜的特点 因为正安这边的它的年平 平均温度都在16度左右 然后年降水量的话 就是1000多毫米 所以比较适应野木瓜的生长 在管理上我们只要稍加用心 这野木瓜一般可以风产5到8年 利用年强在15年左右 这又酸又涩的野木瓜 正安人会怎么利用它呢 咱们开始吧 张大姐 嗯 好的 它里面这个籽好多啊 哇 这么薄啊 这什么要切这么薄 切薄一点 它那个糖很容易凉拌进去 好 容易溶进去 好 盐 用一点盐水 我们就去掉这个色味 这一步很像我们平时做凉拌菜一样 先用盐水浸泡几分钟 这样可以去除一部分苦涩味 先倒蜂蜜 蜂蜜和糖都要放对吧 对 凉拌野木瓜 算是这里老百姓餐桌上比较常见的一道菜了 在炎热的夏季 来上这样一道清凉爽口的小菜 是不是大快朵鱼 这个味道好吃 好吃是吧 好甜蜜啊 也不 不色 不酸不色了 对于大老远跑来的凤婷来说 一道凉拌菜显然不过瘾 这个木瓜怎么看上去不新鲜 还这么凉 对 这个是放冰箱里面的 放冰箱 是啊 而且是冷冻式 要冷冻 为什么要冷冻呢 冷藏 它这个色味它就去掉了 冷藏也能把这个色味去掉 是啊 它就对了没有那么色 它就只有酸味 对 集火爆炒 可以缩短对排骨的加热时间 保持排骨的鲜香嫩滑 炒至变色后加水 除了可以和排骨一起做 一般还会怎么做 猪脚 还有我们可以用来做猪脚 还有做那个木瓜鱼 做木瓜鱼 那也是那种酸酸的口感 对 也是酸酸的口感 是不是有点类似 我猜想 是不是有点类似 酸菜鱼的感觉 对对对 真的是啊 这个比那个酸菜 又好吃得多 水开后 野木瓜和枸杞 大枣 生姜等配料一起加入其中 小火慢炖 只入味 尝尝这个木瓜 哇 谢谢 有没有那个酸酸的味道 现在有 还是有一点点 但是没有那么酸了 它已经融入那个肉里面 还有那个汤里面去 是吧 而且它吃起来有一种 那个口感像是吃那个山药的感觉了 对对对 谢谢 看到这儿 您一定会好奇了 就这样两个菜 能带动了那么多当地老百姓 种野木瓜吗 显然 当地对野木瓜的开发和利用 远不止这点 张老 您好 你好 主持人 欢迎 谢谢 这就是你的厂房了是吧 对对对 我帮你表情 对 它们正在分级 分级选果 分级 像我们分三个等级 像我们这种果 叫做一级果 一级果它是六两以上 无虫无疤 伤痕的 无虫无疤 无伤痕 对对 像这种的 它是属于自然生长的 它就不算疤痕 自然生长的 它就算一级果 外观 大小 是野木瓜分级的重要标准之一 不同级别的果子 加工利用的方法也不同 分级之后我们是一级果 像这种一级果 我们就是把它放到 盛放到冷库里边 盛放到冷库里边 然后我们是用来加工 这个木瓜鲜片 和我们冻干片 二级果我们就是来加工 这个蜜件 木瓜蜜件 三级果我们就是把它破碎之后 发酵 做木瓜饮料 张总说 野木瓜果汁 是他们这里最传统 也是销售最好的商品 30%的木瓜 用来做果汁 这是我们分离出来的原浆 野木瓜原浆 这个怎么闻上去像酒啊 有一点 有一点 它发酵 好浓的酒味啊 有一点 这个可以直接喝是吗 这个可以 但是浓度很高的 浓度很高 它这个原浆 是我们直接来调配饮料的 就用它再直接去调配饮料 直接调配饮料 对 糖度很高的 很甜 很甜 带着这个酒的味道 有一点酒味 对 是吧 是来买东西是吗 对 这个是什么平时 酸甜蜜蜜 酸甜蜜蜜 你喜欢吃这种的是吗 对 这个是什么口感 酸酸的 酸酸的 老人讲还都喜欢吃 这个酸酸甜甜的还可以吧 这个鸡肠不产蛋 全是公鸡山梨断 你喂养着鸡干啥 脱脏菜脆又麻 农广天地 邀请您继续收看本期节目 树上木瓜香 临下土鸡状 正安野木瓜鸡虽然酸色难耐 但是用来做菜 或者加工成小食品 饮料 还是很受欢迎的 这正安的野木瓜算是很特别 但是在正安 还有一样更特别的事 一个养鸡场里 鸡群满山跑 但是您仔细瞧去 竟然没有一只母鸡 全都是公鸡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走在正安的大街小巷 与野木瓜同样受当地人欢迎的 还有她 在正安的大街小巷 我发现很多店面都挂着这种 焦麻鸡的招牌 而且我听说焦麻鸡呢 在当地是一种特色小吃 不论男女老少都很喜欢 所以今天咱们也去尝一尝 吃地方特色呢 咱们就得吃最正宗的 何大姐呢 做焦麻鸡也有几十年了吧 20多年了 20多年了 所以说不论是真传还是精炼 估计那都是最一流的了 所以今天咱们跟着何大姐 一起学学这个焦麻鸡的制作过程 好吗 咱们开始吧 好 开始 好的食材 往往是成就美味的关键 在一年以上的鸡 一年以上的 还得是公鸡 还是公鸡 还是散养的 还得是散养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散养的鸡肉有点紧 鸡 冷水下锅 用清水煮鸡 是制作焦麻鸡的一大特色 货太大了 它容易把这个皮子煮散 皮 煮散 这个皮煮散 它就不好骗了 就不好骗了 小火慢煮六小时 这个鸡煮好的 它都要捏一起 它就比较紧绝 但生鸡没有煮好的时候 没有一下它是趴的 可以了 看上去这个鸡好像挺重的 这大概多少斤啊 大概五斤到六斤 是从后面跑出来了 五六斤 等整只鸡冷凉以后 才能进行下一步 你怎么还接触到 这是个什么工具啊 这是一个磨垂垂 它代表人的手里 人的手里没有手里 它的整理 就是一个工具 建筑你省力气的工具 是吧 是的 还真的是个立体活呀 不同部位 口感 营养都有差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是鸡八块 这是这鸡八块 那您卖的时候呢 卖的时候它都片下 一样片点 每样来一点 美味有营养 必须要有胶 要有这个骨头 这是我们这些的风俗 一片鸡一片骨头 现在我们都搅拌了 这些就可以拌了是吗 可以拌的 本地的辣椒 经手工制作成辣椒油 再加入葱花 蒜末 花椒粉 盐等佐料凉拌 就是这颜色鲜亮 口味独特的焦麻鸡了 其实我刚才呢 是想先吃一口 吃一小口 但是我发现 它那个肉是很难分离的 这个鸡是特别筋道的 而且吃到嘴里 不知道能不能听到那个声音 就是咯吱咯吱咯吱 就像在吃骨头一样的 那个脆脆的声音 实际上我刚才那块肉里面 没有骨头 这个鸡的口感就是 感觉筋道 而且脆脆的 焦麻鸡与广东的白切鸡有异曲同工之妙 鸡皮爽脆 鸡肉紧实 鲜香味浓 越嚼越香 别看这道菜烹制过程和调配料都很简单 做得好了 却能让人上瘾 这不 我们的记者凤婷 对焦麻鸡的好奇还在继续 焦麻鸡啊 口感特别的紧实 而且最让我觉得奇妙的是 它那个肉居然有那种脆脆的口感 何大姐告诉我说呢 这个和鸡本身 它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她说必须得选用这种 临间散养的公鸡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养殖场 咱们看看人家这鸡是怎么养的 一进养殖基地 凤婷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这鸡的攀高能力可不是一般的强 瞧瞧这树枝头 屋顶上 再瞧瞧这一位 郑老师 这就是做那个焦麻鸡的鸡吗 我们做焦麻鸡主要是选用那么这个品质 这是一种什么品种 这种品种叫雪茅土鸡 为什么叫这个 为什么是这个名字 雪茅土鸡主要是根据它这个颜色的命名的 你看我们这个鸡有个特点 它就是鸡关比较轩红 毛色是雪红的 所以叫做雪茅土鸡 雪茅这一特点 当然是针对公鸡来说的 母鸡则是麻黄偏褐色的 而且我发现还有一个特点 就好多鸡怎么感觉没有尾巴 你看这个鸡因为放养的吧 它向我之间容易打下 就把我尾巴都除掉了 这个品种的鸡天性多动 活动范围比较广 喜欢采食野草 虫子等野外昆虫和植物 适应性强 觅食性强 饲养的时候 补肆相对较少 乃粗肆 喂养成本比较低 采访中 郑刚表示 郑安县的林地资源非常丰富 采用林下养肌 一是使郑安的林下资源得到合理的综合利用 同时土鸡的体质也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我们从种床出来的时候 就把公鸡和母鸡分开释养的 所以你看到全是公鸡 没有母鸡 没有母鸡全是公鸡 对对对 然后你这个公鸡的活跃性就这么强 它们会不会相互之间打架 会但是不很严重 因为我们这个放养密度很小 我们这个场地有几目 一般每目 我们身上30至50个密度的放养 合理的饲养密度 是保证血毛土鸡生活质量的关键 如果鸡的密度大 运动空间少了 肉质也会变差 一过来所有的鸡都对着我打鸡 保护镇定的是吗 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这里面怎么那么干净啊 因为我们这个鸡和鸡色 和一般的鸡色不一样 我们建的是这个 软软的 踩在上面 软软的 建的是发酵床鸡色 发酵床养鸡 在正安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正安县年平均空气相对湿度 在82%左右 年均降水量在1200毫米左右 因此防潮就成了养殖户的大事 你这是铺了多厚啊 一般是三到四十厘米 你就直接这样用手抓了 没问题 你看 很干燥很疏松的 对对对 它经过洗手镜里面 根本看不出有什么积分了 就是咱们咱们就是铺上之后 就不再管了 要管 你记得翻一翻而已 对对对 一般是处于难鸡的时候 这个发酵床就翻一下 翻一下就重新加一定的药物在里面 但是三至五年的时候 就整个发酵床这个店 就要重新更换了 您这是养了多少 我们养了三万只这个场地 养三万只 对对对 伴通的养发的话 我们就是要用水去清洗 打扫卫生 那么我们用这种方式的话 它就是可以到三到五年 才能够换一次 三到五年换一次 换了之后 我们就用去做肥料 然后平常的话 就是不用打扫卫生 在大哥眼里 用发酵床养机 不仅能保持鸡舍环境 清新干燥 还能减少人工 平时出栏一批鸡 才翻动一次电料 消一次毒 它们不用经常冲洗鸡舍 减少人工的同时 还可以节约很多水资源 而且翻电料的活 它一个人就能轻轻松松完成 再有就是三到五年换下来的电料 它们也没有丢掉 卖给种木瓜或者蔬菜的农户 当肥料也能赚上一小笔 那您这一年下来能有多少的收入 我们三万只鸡的话 一年下来大概是九十多万 九十多万 一只鸡的利润大概在三十多块 过这个场地 这个养殖场 带动了五个长期的精准复品复 它们在这里的务工 然后我们还分一些 就是哄跟它们的 前面何大姐说 做焦麻鸡的鸡 最好是养殖一年以上的 口感才刚刚好 通常情况下 血毛土鸡养殖四个月左右 公鸡体重达到四斤的样子 就可以出廊了 在正安 用血毛土鸡成就的美食有很多 咱们就来学上一两道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 贵州的美食以辣味的居多 事实上 贵州美食中 也有很多口味清淡的佳肴 比如这个竹笋炖鸡 笋干 选择的是贵州当地特产 方竹笋 炖汤前先浸泡三天 把笋干泡发 笋切断 鸡肉切块 备好的食材下锅焯一下水 大火烧开 小火慢炖 中间加入姜片 花椒等去腥提味的材料 就可以等待美味出锅了 大约经过一个小时后 一道鲜香的汤就做好了 雨季阴冷天 能喝上一碗热腾腾的汤 自然是最好不过的 再加上这竹笋炖鸡 具有低脂肪 低糖 多纤维等特点 所以它也成为了 正安人餐桌上的常客 泡椒 色泽红亮 辣中微酸 泡椒鸡杂 一道正安美味 鸡杂腥味重 怎样去腥就成了处理它的重点 洗净焯水 是去腥的基础步骤 沸水带走腥气和污垢的同时 缩短了菜肴的烹制时间 最大限度地保持鸡杂的鲜嫩 葱姜爆锅 炒出香气后加入所有的配料 泡椒经过卤水的泡制 变得又酸又辣 脆嫩清爽 是正安人咸小腥味 油脆感的秘密骨气 大火爆炒三分钟 一道酸香鲜辣的泡椒鸡杂 也可以上桌了 伴着夕阳夕下 我们踏上了离别的旅途 不管是变化多端的 神奇野木瓜 还是好动的血毛土鸡 在这些特色产业的背后 是正安人民适应自然 因地制宜的发展特色农业的智慧 同时 我们也期待着 这片神奇而富饶的地方 带给我们更多 更特别的美食 在正安 酸色的野木瓜摇身一变 成了人们脱贫致富的香伯伯 充分利用资源优势 发展特色养殖 跑山鸡跑出了生态农业 健康食品 最后 希望正安县的特色农业 发展得越来越好 好了 本期农港天地 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 更多内容或讯息 可以登陆农港天地的 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 我们再会